这个女人第一天上班 就遭到了老板非人的虐待 而她遭到这样的对待 仅仅是因为善良的她 不愿意杀鱼 只有六岁智商的她 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走出福利院 迈入社会的第一刻 就是这么的残酷 而她最初的梦想 也被现实无情地击碎了 更让她想不明白的是 政府福利社的义工胖姐姐 口中所说的专门照顾她们 这种智障的韩国著名慈善企业 竟然是这样照顾她们呢 她哪里知道 那个她眼中的好姐姐 就是专门把像她这样的 听话又廉价的残疾员 骗过来的中间人 而她今天所说的一切 是所有在这里工作的智障的人士 入职时都必须经历的 为的就是让向她们这种 有着智力缺陷 平时不太好管理的新员工 能彻底成为 一个吃苦耐劳的优秀员工 看着这个被动得奄奄一息的新员工 还没被改造好 老板决定给她来一个冰火两重天 好好地改造一下她 就这样 在冰水 开水 仿佛的交错的折磨下 女人的精神最终崩溃了 在被放出来的那一刻 她像个机器人一样 迅速地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 这一刻的她 和身边所有同事一样 再也没有梦想了 忍下去 活下去才是她们最大的希望 可让她想不到的是 往后的日子 她不仅白天要面对 繁重的工作和飞人的待遇 晚上甚至还要忍受 建功对她身体的摧残 实在无法忍受的她 终于鼓起勇气 找了个机会逃了出来 可荒山也领的 她能逃到哪去呢 就在这时 一辆警车出现在她面前 看到警车的她 仿佛看到希望 她终于可以回家了